早与身体太累了,需要好好的缓解下疲劳,下面终于推荐了几种缓解疲劳的方法,一起来看一下吧,有不少人的身体都会出现疲劳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加大,也会出现身体疲劳的经历,很多人年纪大了会更加注重养生方面,但是也难免会感觉身心疲劳的时候, 毕竟身体不像年轻时,还是需要好好休息调整的,那么除了休息还有哪些方式缓解疲劳呢?今天就为大家列举一些方法,什么方法可以缓解疲劳呢? 一,复式的呼吸,复式呼吸能有效调节身体的张力,使身体更加的放松,当你感到疲倦时,可以尝试更多的复式呼吸调节, 具体做法,右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左手放在自己的胸上,吸气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腹部,保持胸部的放松,放呼吸的时候,会收缩腹部的肌肉,保持胸部平稳 二,按摩穴位,当你感到疲倦时,可以按摩一下可以放松的穴位,例如,在内观学按摩可以改善焦虑,也可以改善忧郁,也可以放松自己的身体 三,午休时间的时候,可以冥想十分钟,冥想是一种自我约束的行为,它能阻止所有的外部活动,达到无干扰状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进入冥想 四,可以有效地减缓肌肉,细胞和整个身体的每一个循环,放松整个身心 四,进食一点要规律,吃饭的时间一定要是有规律的,规律的饮食可以保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状态,这样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 五,多喝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的源泉,人不能离开水 所以,如果感到疲劳,最好的办法就是补充水分 因为疲劳是脱水的一个信号,只有通过补充水分,才能摆脱疲劳 只有补充水才能继续更加身体的能量 六,多吃富汗的食物,内存在于许多食物中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美缺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补充 因为美产生能量,很可能是由于疲劳时能量不足,引起的美缺乏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多摄入一些美,就可以避免疲劳的情况 七,适当补充糖分 八,多锻炼 健康的人也可以做一些护卖运动 输卖跑,骑脚踏车,自由泳,散步等等 锻炼可以使人们在面对困难时更自信 更加的轻松,可以缓解疲劳的食物 一,柠檬 每天吃一个柠檬就可以获取人体每天必需的维生素C的需求量的一半 所以由此刻见,柠檬中含有的维生素C已经多达什么程度 另外,柠檬中的柠檬树对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而起到缓解疲劳感的作用 但是由于柠檬中的酸度实在太高 所以需要稀释后再饮用 不建议尝到不好的人饮用 阿圆白菜 圆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足 可促进肝脏细胞代谢 消除疲劳 使人精力旺盛 圆白菜含有大量维生素C 农体生免疫力 预防感冒 并去研究 圆白菜中含有特殊的一流情酸盐 有抑制癌细胞增长的作用 3.香蕉 香蕉被称为高能量的食品 还没有极容易被人体吸收到碳水化合物 同时还富含响 甲在人体内可以帮助维持肌肉和神经脏正常功能 但它不能在体内储存很多时间 人在剧烈的运动过后 体内炸的含量会降得很低 有研究表明 甲不低的话 就会导致肌肉疼痛 心律不齐 满英尺缓等 而吃鸡干香蕉 则可以补充甲的不足 4.麦片 有人发现早餐中纤维含量高的话 就不会有鸡肠碌碌的过量感觉 营养学家曾经为此解释说 纤维可以使消化的速度放慢 可以不间断地 塞血管供进碳水化合物 从而使人体源源不断地获得能量 燕麦片是一种负盘纤维的食物 能量释放缓慢而又特别的均衡 可以使人体的血糖水平 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所以不会很快就感到饥饿 且精神饱满 5.豆类 且是产生人体能量的主要介质 它搭配着向各个器官和肌肉输送氧气的重要任务 所以如果人体内缺乏铁质 就一定会导致贫血 使人感到透晕 法力 虽然猪肝和瘦瘦都是铁质的最佳来源 但是经常吃一些赤斗 黑豆或是黄豆 也可以起到补充铁质的作用 并可以有效地改善疲惫无力的状况 6.菠菜 菠菜中含有女性比较容易缺乏的矿物元素铁 女性铁质质入的铁如果低于280毫克 人就会感到特别的疲乏 铁在人体内的作用 使将肌肉中的碳水化和物肠化为可被利用的能量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